至少現在先動 以後如果生不出來 至少我還有這份保險在 以後還可以用得到啊 從去年開始 就是新竹市跟桃園市 這邊動的補助 數量似乎不多 接近百人而已 全世界動卵 盛行率最高的地方在哪裡 韓國 但是它是生育率 全世界最低的地方 所以你認為 補助動卵會提高生育率嗎 38歲的Angela 在德國工作已經十多年 今年特別請假回台灣 專程來動卵 目前我一個人 對 單身一個人的狀況 大概兩三年前 我就有想要動了 但是因為那時候 就必須回德國開始工作 所以這個念頭 就一直放在心裡 直到現在我覺得 我好像已經快38了 再不動的話 那個品質可能會越來越差 所以才下定決心說 這次務必要完成動卵的療程 回台兩週時間內 就要完成動卵療程 Angela先到生殖中心 做了AMH卵巢功能檢查 也學會自己往肚子打排卵針 回診確認好 綠泡的生長狀況後 施打破卵針 接著就到了正式取卵這一天 好 OK 好 走吧 進到手術室做了舒眠麻醉 其實整個取卵過程不到一小時 Angela的階段性任務就算完成 剛剛療程完之後肚子會不舒服 微脹的感覺 好像有水在裡面沉積的感覺 有點暈啊 我覺得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以後會用到 不會用到 都是我的人生的一個過程 我不會一定說 我動了就一定要用 以後沒有遇到合適的另一半 就這樣放著 我覺得我也可以接受 代表我以後有用到它的選擇權 取出的卵子都擺在這一桶桶的液態蛋中 用-196度低溫保存 不過想做凍卵 口袋還得夠深 取卵療程一次就得花10到15萬元 卵子的保存費 每一年要繳8000到1萬元不等 如果之後要解凍 就得走試管療程一次約7萬到10萬元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開銷 為什麼不找一個伴侶正常結婚生小孩 就有時候伴侶是可遇不可求的 當你越急的時候遇到的伴侶可能是錯的人 錯的人組成錯的家庭 生下了一個可能一個蠻可憐的小孩子 這樣帳的結果就不是我想要遇見的 動染協會就估計像Angela一樣動染的女性 今年恐怕逼近萬人 其實從去年開始 有地方政府喊出想提高生育率 開始針對自家縣市的女性推出動染補助 而實際看看過去一年的政策成績單 桃園市拿到動染療程補助共279人次 動染管理費4人 新竹市動染療程補助了94人 管理費91人 雲林縣最早去年元旦就開始補助 但第一年只有兩人申請 今年加碼到3萬元 但也只有4人申請 苗栗縣則是今年開始最高補助2萬元 卻只有1人申請 全台4個縣市都想要補助催生 成績看起來似乎沒有預期那麼踴躍 我們台大的關於卵子冷凍方面的研究 從2002年那時候開始做的 主要是針對癌症患者 後來才慢慢將失陰症擴大到給 只是為了延緩生育社會型社交型冷凍的 這個部分 從2002年觀察到2000年 那使用率大概是8.4%左右 以公費補助的角度來看卵子冷凍的話 目標如果是要提高小子的話 那最好的話是看澳洲有一個 健康經濟學家他們所做的一個研究 他們認為如果要公費補助 來在卵子冷凍這個議題上 他預估使用率要高達50% 才會達到一個有意義的一個補 一個社會政策 我自己都覺得是他們是在 政策跟法規沒有搞得很清楚的底下 去喊出來 就是選舉的時候喊出來的政見 就是沒有想到後面銜接的問題 那就是凍在那邊 日積月了 你大概就會知道到底最後有沒有用 因為現在看起來其實 人數也少 卵子凍在那使用率拉不起來 補助效益恐怕不大 而在現行的人工生殖法內 單身女性凍卵後想拿出來使用 沒有那麼簡單 你還是必須要遇到一個人跟他結婚 而且那個人跟你加起來兩個要不孕 因為我們是要不孕夫妻才能夠進行 不會因為他日後薪水變得很好 然後我想可以自己孕育孩子 我就可以把卵拿出來 然後去找一個捐贈的金子來用 我就可以生小孩 沒有那麼簡單 以至於說這個凍卵的補助 就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家會女性的做法 可是其實我們並沒有改變任何的東西 他只是讓你 讓這個女性以為他得到一個希望 可是那個希望會不會實現到 他有一個孩子 我覺得那個歷程非常的困難也遙遠 沒有結婚沒有不孕 就用不了這些卵子 卵子陷入看得到卻用不到的窘境 不過目前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 正嚴你放寬 讓單身女性同性配偶 人工生殖合法化 所以如果法律鬆綁以後 會有一群想生育 不想要有婚姻的這群女性 她就有機會使用她的卵子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把 冷凍卵子的使用率拉高 從凍卵到實現媽媽夢 中間的關卡其實不少 晚婚晚育的大時代下 如何讓女性感生 想生 創造友善生養的環境才是重點 單靠凍卵補助 就想在生育率上開花結果 恐怕遠遠不夠 感到無謀 忍生育品 為婚兩次 自和尚 有此我們 DIIT 跟 剛 採上 你 sust